第511期 712爆炸案 精大的医学实验室她去过一次 给陈淑兰鉴定实验用药 之后陈淑兰临终前留下了几样东西 秦宇跟慕营都没药 宁威也没拿 几个遗物都在她跟慕南这里 秦染看着徐校长 好半赏之后她才汗手 我知道了 陈淑兰当初宁死都不踏入京城一步 也从来没有跟她提过一星半点京城发生的事 既然回京城了 你最近一定要跟着陈家三少 没事不要离开她半步范围内 徐校长一边说着 一边朝门外的方向看了看 怎么没看到他人 他在外面等我 倾听着人徐校长的话 脸下毛子 好 徐校长心里清楚 承卷虽然在京城看起来无所事事 但人深不可测 否则当初在云城 徐校长也不会请承卷照着点她的继承人 承卷必然能认清现在的局势 老师 那我先走了 秦染偏过头 徐校长还有其他事 把她送出了大门 徐管家站在徐校长身后 看着她的背影 一顿 老爷 好伴赏 徐校长喃喃开口 当初秦家那老爷子刚正不阿 暗地里帮宁尔 你看现在的秦家 不知道摇光这一趟M州之行如何 徐校长抬了抬头 看着灰色的天空 京城大部分势力都在猜徐家 是为了跟承家争京城第一家族的位置 却不知道 他想通过M州的势力自保 老爷 家族会议那边还在等你 徐家早上有场会议 听到秦染突然回来 徐老把会议往后推迟了三十分钟 他回到大厅 不出所料 这些管事还在说秦染的问题 家主 我早就说过 一个外人接管研究院不可信 人都会有私心的 秦染他再高尚 我不相信他对诺大一个研究院不动心 徐氏一位股东站起来 直接开口 这还没两天就被小徐少遣回来了 徐校长坐在守卫上 对这人的话不发表态度 若不是因为当初宁尔离开京城 墓里研究院的位置也轮不到他来坐 家主 请三思 是啊 家主 徐家会议厅的一行人正说着 徐管家从外面进来 他拿着手机 站在大厅门口 脸上似乎有些震撼 老 老爷 小少爷那边有电话打来了 文言 徐老淡定地拿着茶杯的手一顿 他看了徐管家一眼 眸色漆黑 他怎么说 有没有成功拿下 M周的命脉是徐家最近两年策划的大事 徐管家一开口 所有人目光都朝他这边看过来 暂时忘了他们忌惮的秦染 徐管家顿了下 小少爷说秦小姐 刚刚说话的股东直接一拍桌子 我就说有他在 根本就没用 还只会帮倒忙 不是 我们徐家不仅拿到了百分之一的市场权 还是经济中心的市场权 他们刚拿到关签就给您打电话了 您没接到 所以打到了我这里 徐管家连忙把手机递给徐老 徐家其他人微愣 百分之一的经济中心市场权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就算是百分之一的普通战权 当初徐家也是花费了很多代价 才取得了马斯家族的信任 这会儿怎么直接就是经济中心市场权 踩狗屎运了 徐管家深吸了一口气 有些发飘的解释 好像大概是因为秦小姐 说着 他把徐瑶光跟他说的话 对着徐家一众领导阶层的人重复了一遍 秦小姐没跟卡罗先生要任何报仇 让他们把百分之一经济中心的市场权给徐家 要不是他 别说这百分之一的经济中心市场权 连边角权都没有 说完 大厅里静悄悄的 没人再说什么 谁都知道 这个时候 徐管家跟徐瑶光都不会说在这种大事上说谎话 如果是谎言 肯定会很快就被戳破 刚刚大拍桌子 死也要把秦染从研究院这个继承人的位子上拉下来的 大股东也闭嘴了 他面色有些丈红 徐家大门外 秦染进去找徐校长之后 承卷把车停好 直接走到徐家路口 路口站着一道挺高大的身影 风先生 承卷朝风楼城礼貌地叫了一声 男人转过身 神色儒雅 有些硬气 虽然有些年岁 但看起来保养得很好 正是风楼城 秦染一直称他为风叔叔 承卷对他也非常有礼貌 他以双深色的毛子看向承卷 不卑不亢 承尚 你也该知道我找你什么事 承卷示意他往边角站了站 淡淡一笑 七一二的案子被人刻意隐瞒了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说到这里 承卷朝风楼城微微弯腰 郑重开口 风先生 如果您能告诉我真相 我承卷欠你一个人情 闻言 风楼城眸光有些幽远 他大概知道承卷找他是为了什么事 不需要什么人情 风楼城从兜里摸出一包烟 先是递给了承卷一根 承卷接了 他才又自己拿了一根点伤 这件事知道的人也有几个 只是被下了封口令 承卷拿着烟 他没点上 只安静地听着风楼城的话 七一二的特大爆炸案 这件事你应该知道 当时死了几个人 风楼城垂下眸子 深深吸了口烟 薄薄的烟雾腾起 模糊了他的一双眼睛 成卷汗手 他查到了这些 仅此而已 风楼城这一次 停顿了好半晌 才开口 这一场爆炸案 那个反应制作堆 最开始是源自于他 第512期 悲壮真相 听到这一句 成卷心狠狠颤了一下 捏着烟的手也发起 一顺不顺地看向风楼城 你应该宁海镇是研究基地 陈教授就是宁尔留下的 最后一个研究 当初陨石闻名的人 我当时是同钱队 还有潘明月的父亲 追查一个大毒箱 才发现宁海镇的实情 风楼城一边说 一边回想当初的情况 眸光晦涩 他跟潘明月的爸爸认识 当初去宁海镇调查 就发现了秦染这个人很奇怪 后来陆续又查到 陈淑兰的一些事 当时潘明轩潘明月 被毒箱抓住 风楼城一行人抓捕 但毒箱那边有个黑客 扰乱钱队这边的定位视线 就在进度一筹莫展的时候 秦染直接拿过了 钱队手下技术人员的电脑 攻破了敌方的防线 只是 最终潘明轩惨死在潘明月面前 我的判断失误 再赶回去的时候 就只剩下了燃燃跟明月 至今 风楼城想到这些 手忍不住颤抖 脸上是对自己的痛恨 又有些嘲讽 那大毒箱似乎很欣赏燃燃 说会给燃燃一个机会 让她做了一个选择题 就是她亲自做的反应堆 选择题的内容是什么 你应该知道了 一边是潘明月 一边是潘明月的父母 要不救一边 要不全死 一边是带她如同亲生女儿的潘母 还有一个大英雄潘父 一边是从小情童姐妹的潘明月 秦染当时的反应堆并不完善 炸下来的泥土 把潘明月的父母活埋了 我带人赶到的时候 场景很惨烈 我要是快一点 再赶去快一点 风楼城深吸一口气 在这之后 实验室也发生了特大爆炸 河泄露出去 陈教授就是那时候不行的 这一切有没有其他势力的参与 我并不清楚 潘明轩 潘父潘母的葬礼都是冉冉一手操办的 那一天后 明月精神出了问题 她也有清醒的时候 自己搬去了那边唯一一家精神病院 冉冉自那之后就一直逃课去看她 说到这里 风楼城敏唇 一年后 明月恢复了很多 冉冉把她从精神病院带出来 然后把她托付给我 自己就失踪了 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路口的风有些冷 成卷站在原地 好半少没开口 那张脸 没有平日看起来的慵懒 没有一丝表情 漆黑的毛子深烈寒冷 细碎的头发被风吹乱 她低头 指尖略显颤抖地拿起了烟 风楼城说得并不详细 甚至还有些模糊 但成卷依然能想象出那个场面 秦冉的成长视频 她跟潘姆 跟潘家的关系最好 她那种人 没把潘明月当作亲妹妹看待 没把潘姆当作亲生母亲看待 不会耐下性子去录生日视频 不会去配合潘家人 风楼城不知道 成卷却知道后面的事 潘明月在她父母哥哥的死中走不出去 秦冉这个亲自动手的人要怎么走出去 但她依旧跟陈淑兰处理了后事 并等了精神病院的潘明月一年 确定她没事了 把她交给风楼城 并抹去了潘明月的所有痕迹 才孤身去了M州 顾希迟说得被人打伤 应该是她当时没有什么求生意识了吧 后来又打了一年黑拳 成卷能想象 她一开始并不是想成为空白 她从第八级擂台直接跳到十一级擂台 并不是为了越级 可能只是想死在擂台上 若不是后来顾希迟接到陈淑兰生病的消息 秦冉可能还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陈淑兰当时才那么担心她 怕她死了 秦冉真的会不想活下去 她那时候多大 还没过十六岁的生日吧 她选择潘家人的人时候 心里在想什么 成卷甚至一闭眼就能想到 她是怎样按下了潘父潘母那边的按钮 难怪明明跟她约好了一起去打职业赛 整个人却突然消失 封楼城说完 才深叹一口气 这件事徐老也知道 她在那之后不用右手 甚至连物理也不碰了 实际上 她小时候成绩很好 就是不爱上课 老早就跟潘明轩 送绿婷他们约好了一起考京大 幸而明月她从头到尾没有一丝丝怨恨然然 想到潘明月 封楼城更加叹息 她在精神病院 算了 当初能跟秦冉一起逃课 无忧无虑上天入地 有几个哥哥照着的潘明月 如今变成了精大法学的高材生 封楼城想起来却并不觉得骄傲 只有心酸 潘明月并不想考京大 学习成绩也并没有秦冉好 她也没有秦冉的高智商 她后来能考得这么好 完全是因为宋绿婷的远程教学 从一中倒数第一 变成正数第二 封楼城笑了笑 她再度吸了口烟 淡淡看向成卷 我现在能跟你说 是因为很少看到冉冉现在这个样子 陈怡看人的眼光很准 谢谢 成卷垂下眸子 没让封楼城看到自己脸上的表情 她伸手拍拍成卷的肩膀 看了不远处一眼 冉冉来了 第五百一十三期 冉姐照你 这件事冉冉是肯定不想让你知道 她后来缴了那个匪窝之后 就毁了所有证据 你不要跟她提 封楼城脸上恢复了原样 宁海这研究基地的爆炸不简单 有一个大势力 我没找到 说完 她掐了烟 直接朝另一边走去 她今天能跟成卷说这么多 只是希望她会在某方面理解一下秦冉 不过 眼下看来也不需要 封楼城叹息一声 你怎么在这边 秦冉走来的路上都在思考 徐校长说的问题 看到成卷站在风口 她不由调了调眉 成卷垂下眸子 没让秦冉看清自己的表情 兜里的手机在响 她也没看 只是等秦冉走近 直接伸手抱住了她的腰 把下巴搁在她的头上 不答反问 你这么快就出来了 你有问题 成公子 秦冉靠在她怀里 伸手戳了戳她的胸口 眉头微凝 她一向敏锐 能感觉到成卷现在情绪不对 秦冉直接另一只手 把她兜里的手机摸出来 看了眼 是你爸 不接 成卷低声开口 声音有些不太明显的沙哑 她这个反应有问题 秦冉看了眼手机 成卷说不接 她就没管 只顿了一下 你跟你爸 没事吧 我十二岁的时候 就知道她不是我亲爸 成卷顿了顿 顺着她的话开口 秦冉倒是愣住 她抬头 看着成卷 确实没想到 成老爷子对她那么纵容 竟然不是亲生的 这件事成家人知道吗 这个角度 能看到成卷那双眼睛 似乎有些发红 秦冉想起成温如说的 她为了成老爷子的一个桃马古物 还去学了文物修复 难怪 她一直不愿意接管成家 秦冉也没怎么查过成家的事情 当初在云城 只知道成卷一直有出入亚洲交通总部 没事 秦冉伸手回报她 微微抬头 笑 别伤心 以后然解罩你 成卷一愣 她低头看着秦冉 这个角度 能看到她清晰的睫毛 她整个人被她的阴影拢住 一向挺傲的声音 此时却是温柔 眉眼惊细好看到让人心颤 成卷之前几乎被揉碎的心 此时酸色却又掺杂着 无可奈何的心疼 她说成老爷子的事 不过是不想让她 察觉到她的异样 谁知道 她还来不及心疼她 她却反过来安慰她 她低头 安静地看了她半晌 然后伸手捧住了她的脸 微微低头 在她唇上轻轻落下 额头抵在她的脑门上 低笑着开口 好 以后你照我 两人从徐家离开 回亭兰 回到亭兰 秦冉从玄关换了双拖鞋 一边看微信 一边对成目道 先去看看我的箱子 那个箱子里 有她外婆留给她的盒子 她看着微信上 宋绿婷的消息 明月有联系你吗 秦冉顿了一下 回了一句 没 宋绿婷那边就没消息了 丑木放下手边的游戏机 拿了钥匙下楼 秦小姐 你这次要拿什么 她对那颗顾西驰 送的大粉钻耿耿于怀 找点我外婆的东西 秦冉看了眼手机 伸手勾了勾成卷的手指 想着宋绿婷的消息 微微拧眉 若有所思的开口 三人顺着富贵树 走到楼下 秦冉打开她玩具房的门 又打开一道暗门跟保险箱 把秦冉的箱子 小心翼翼地拿出来 她伸手拍拍上面 不存在的灰 秦小姐都在这里了 秦冉恩了一声 她半蹲在箱子边 随手把拉链拉开 里面一堆东西 秦冉扫了扫 一眼就看到 陈淑兰的盒子 在严西那个 格兰莓奖杯下面 她随手把一叠 还未拆开的包装书 放到地上 又把上面的 格兰莓奖杯放到一边 这才拿起了 那个有些旧的 蓝色破盒子 成目蹲在秦冉对面 秦冉箱子里的东西 她已经看过不止一遍了 此时再看一遍也差不多 这些她估计着 都是有些来历的东西 那格兰莓奖杯 她还特地摆动了一下 秦冉手上的破盒子 她倒是不感兴趣 反正她也研究不来 目光放到秦冉手边 随意放下的一册书上 秦小姐 你手边那是什么 这册书 成目上次看到过 感觉有点像漫画 秦冉低头看了一眼 不太在意 漫画 你要看吗 成目点头 秦冉就随手递给她 成目连忙接过来 这还是包装好的 你尽管撕 秦冉淡淡开口 然后低头研究了一下 这个木盒子 陈叔兰没给她钥匙 这盒子的锁也有些秀气 成倦一直靠在 几步远的门框上 双手还凶 垂眸看着秦冉 见她看着盒子 站直身体 本来想要上前帮秦冉一下 门外成金回来 她看了眼成倦 沉声开口 倦也 神色严肃 像是有事 成倦看了她一眼 又看了眼半蹲在原地 研究木盒的秦冉 给成金递了个目光 一分钟后 两人停在成金的书房 门半开着 成倦看着秦冉那边的方向 漫不经心的呢 倦也 成金顿了顿 道 您父亲 要见你 第五百一十四集 无所不能 成金说完 成倦没出声 依旧看着门外的方向 好半晌 她才转向成金 诞生开口 她要见我 书房很安静 门外也没什么声音 成倦的这句话 凸显得有些嘲讽 明天 集团总部 成金垂下眼眸 成倦笑了笑 她看了成金一眼 目光挺淡的 最终也没说什么 只随意开口 知道了 说完她直接拉开门 朝秦冉的方向走过去 成金还站在原地 看着成倦的背影 不由敏了敏唇 成木的收藏室 秦冉还在研究 有些绣迹的锁 这是陈书兰留给她的 她不想用蛮力破开 但陈书兰也没给她留钥匙 就在她想要不要 找个开锁专家的时候 成倦在她身边蹲下来 要开锁 秦冉还半蹲在原地 稍微摆弄了一下 这锁挺复古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秀技 不知道还能不能打开 她正想着 成倦就伸手 抽走了她手中的盒子 看了一下 弹簧珠卡位的 能开 她说着 让成木把工具箱拿过来 然后就把这木盒 拿到了外面 把木盒放到桌子上 自己随手拉开了一张椅子坐下 秦冉跟在她身后 坐到她对面 手散漫地支着下巴 挺好奇地看着她 这你也能打开 她觉得自己学得够多够乱的了 成倦这学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谁能把医生跟开锁匠联系在一起 好像还听秦汉秋说过 她经济学也还行 还行吧 研究过一段时间 成倦瞥他一眼 不紧不慢地开口 成木把工具箱拿出来 成倦伸手在里面翻了翻 找出了两个回形针 修长的手指稍微一捏 轻松地扳直 然后把尽头弯成一道微小的弧度 又信手拿出了一个扳手 把一端插到锁心中 秦冉没研究过这些锁的构造 在他眼里就没有锤不烂的锁 此时也没看他究竟是怎么操作的 一双眼睛只是看着成倦 他平日里做事总是懒懒散散 似乎大部分事都能预料 都不太放在心上 此时滴着眼眸 轮廓分明的侧脸有些淡 挥洒着自信 咔嚓 锁被打开 成倦随手把回形针跟扳手 扔到工具箱里 才朝秦冉抬抬下巴 指尖在蓝色的盒子上敲了敲 拿去 秦冉对成卷成目没什么防备 就把盒子盖子打开 里面放着一份文件 像是研究报告 还有一块像是深黑色的金属 也不知道放了几年 都没有任何秀气 成目看到这些 没看出来什么东西 陈书兰跟宁威在云城的时候 成目看出来这两人有些不像是什么普通人 但也没猜出来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此时当然也看不出来 他只是低头看了眼幕盒 就收回了目光 继续回到房间 看秦冉给他的一堆书籍 秦冉看着研究文件 抿了抿唇 知道那应该是外公最后留下的东西 他身后翻了一下 把文件跟那块金属拿过来 在盒子最底下翻到了一封略微发黄的信件 刚拿出信件要看 成卷却猛地按住了秦冉的右手 秦冉抬头 看向成卷 挑眉 拿回房间看 成卷没有看他 目光只是盯着盒子里那块金属 好半生才抬了抬头 你外公 真是 他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形容 漆黑的毛子里却是明晃晃地显露出敬意 行 秦冉也没问什么 他啪的一声把盒子盖上 两人一起上楼 等成卷出去后 成金才走到成木的收藏室内 看着盘腿坐在地上看漫画的成木 他淡定着一张脸 询问一句 欧阳威最近有联系你吗 成木抬头 惊讶地看了眼成金 你们都不让我联系他 他到现在都没想出来为什么 成金若有所思地摁了一声 没错 你做得对 啊 对了 哥 你等等 我给你转点钱 成木想起来一件事 他拿出来手机 给成金转了两千万 成木转钱要走很多程序 没成金那么快 两千万 估计要几个小时何时才能到账 但成金看到了成木账目上的一个印 他顿了一下 挺诧异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秦小姐教我的 成木抬了抬下巴 眉宇间看得出来还挺得意的 看成木这样子 成金干脆什么话都没说 他站起来直接出了房间门 我去书房处理点事 回到楼上 成券看了眼秦燃 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颊 别想太多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了想 他低头 最近最好紧跟着我 秦燃看着他 这句话许老之前就跟他说过 他就点头 本来想问问成卷 是不是知道这盒子里的东西 但看着成卷的反应 他大概就能猜出来 他肯定知道 他转身 若有所思地往房间走 算了 成卷看着他的背影 想了想 还是一伸手 把他又拉了回来 一起去书房研究 陈书兰留下的东西 确实是宁尔的研究资料 秦燃坐在书房的桌子上 看着上面的资料 里面确实如徐老所说 又一份名单 陈书兰一直是宁尔的助手 当初方振博在陈书兰的葬礼上 称陈书兰为陈教授 显然就是认出了他 成卷开着电脑 同埃梦州城水那边 拉了个视频 开完会议 他又出门接了个电话 秦燃坐在椅子上 看成卷的背影 一手敲着陈书兰留下的名单 略微思索 还没想出来什么 放在手边的手机 响了一声 第515集 哪点配得上 秦燃低头看了一眼 是京城本地的电话号码 他不认识 怕是实验室的人 秦燃伸手接起来 电话那边是一道女声 优雅冷静 秦小姐 你好 我是欧阳威 这个名字 在秦燃这里如雷贯耳 先是出现在城墓 好队这里 后在129那边频繁出现 连许老 秦管家那边都会出现这个名字 秦燃也动手查过欧阳威的资料 都挺普通的 完美无缺 看不出任何疏漏 没有人比秦燃更清楚 越是完美无缺的资料 越是不简单 他在129查过京城秦家没落的前因后果 当初京城四大家族之一的秦家 会被一个新兴家族欧阳家取代 看起来好像很合理 但 秦燃王以背上靠了靠 无比地风淡云青 他挑眉 直截了当地 有事 没什么 只想约秦小姐见上一面 手机那边的欧阳威声音依旧挺优雅的 我这边有件事 你肯定会感兴趣 秦燃低谋 没说话 从沉暮沉温如那几个人的反应中 秦燃就知道欧阳威应该是喜欢成卷的 秦燃情商不太高 但这么明显的事他自然能猜出来 只是他一直奇怪的是 成卷在京城风平并不好 大部分对他的评价就是没了成家什么都不是 欧阳威在京城热度高得出奇 两个人简直南辕北辙 这种情况下 欧阳威这反应态度 也太奇怪了一点 我感兴趣的事我自己会查 秦燃翘着二郎腿不太感兴趣的 那边的欧阳威半点也不意外 声音依旧优雅 如果我说是宁海镇实验室的爆炸案呢 秦小姐 您要是感兴趣 明天中心咖啡厅 我等你 说完 欧阳威挂断了电话 书房的秦燃 坐在书桌边 眼眸微微眯起 在想什么 成卷从门外进来 没什么 秦燃抬头看了他一眼 心里微微思索 欧阳威的话不可能全信 但他能知道实验室的爆炸案 可能会知道一些蛛丝马迹 无论什么 他对欧阳威有了些兴趣 明天我要去一趟成金的总部 成卷也没坐回去 只是懒洋洋地靠在秦燃身边的椅子上 你没事跟我一起去吧 秦燃啊了一声 意识到他说了什么 顿了下 行 欧阳威说的那个咖啡馆 就在成金那总部部远处 刚好 秦燃说完 微信有了条新消息 是陆赵颖的 明月妹妹在我这里 秦燃手指一顿 她回了一句话给宋绿婷 才问陆赵颖缘由 陆家 潘明月在陆家客房 她坐在床上 鼻梁上的眼睛被拿下 目光有些迷茫 脸色苍白 没有丝毫血色 拿下眼镜的那张脸干净漂亮 纤细的脖梗却凸显得有些脆弱 陆赵颖在外面跟秦燃回了一句话 才敲门进来 向来大大咧咧的她 看到床上的人脚步顿了顿 然后把托盘放到床头柜上 才若无其事地开口 是跟那个姓风的吵架了 你有什么事 跟她说清楚吧 说清楚就好了 别一个人藏着 讽刺她其他方面我不清楚 但人品很好 说完 她抬了抬手 想要去拍拍潘明月的肩膀 转到一半又放回去摸着自己的耳钉 把饭吃了 说完后 她看了潘明月一眼 潘明月抿了抿唇 她看着陆赵颖 谢谢 陆赵颖看了她好伴上后 笑笑 没事 转身出了房门 刚带上门 就看到了陆母那张脸 陆赵颖被吓得一跳 卧槽 妈你怎么神出鬼没 看你怂的呀 陆妈妈双手还胸 不懈地看了陆赵颖一眼 就你这模样 可别祸害人家小姑娘 门内 潘明月手上拿着手机 脑子里回响着陆赵颖的话 找出风词的手机号码 给她打了个电话 电话一声就被接起 电话那边的风词等得很急 电话一接通 就认了错 并解释 明月 我跟她真的没关系 都是高中校友乱传的 那时候的风词 跟林锦萱也是意气风发 风词没有否认传言 就这么乱七八糟地 传成了一段 潘明月听了很久 手指动了动 我报警 这件事就过去了 我们都不说了好不好 是我不对 手机那头的风词挠着自己的头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听着风词的话 潘明月不由闭了闭眼 她要的不是风词敷衍的道歉 只一字一句地开口 可是风词 是他们不对 说完 潘明月就挂断电话 头埋在膝盖内 电话再度响起 潘明月低头看了一眼 是风夫人 她有些麻木地接起了电话 潘明月 既然你现在认清了 要离开我儿子 请你就不要再回来 打扰我儿子 那边的风夫人 声音有些居高临下的 又带着些许嘲讽 你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 又哪点配得上风词 第五百一十六集 完美人选 潘明月闻言 目光有些僵硬地 转向窗户那边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一双眸子有冷迹 变得无神 手机里没了声音 电话那头 风夫人皱眉 你怎么不说话 潘明月手滑落 她喃喃开口 确实不配 说完 她不等风夫人回答 直接挂断了电话 手机从手上滑落 有些无力地垂下了脑袋 一双眼睛十分空净 电话这边 风夫人挂断了电话 她皱了皱眉 想起潘明月的最后一句话 她把手机随手扔到桌子上 还算有自知之明 李双宁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 听到这句话 她拿着茶杯的手微炖 波浪卷的头发往旁边滑了滑 风辞她 在楼上一天一夜没出来了 近折腾自己 风夫人端着一杯茶 冷笑着开口 也不知道那个潘明月有什么好的 整个人阴阳怪气 眼下这两人间出了问题 风夫人自然开心 风家来京城半年多 虽然没有云城那么风光 但也算是站稳了根基 潘明月父母不明 风辞是风家独子 风夫人怎么也不会让风辞娶她的 两人正说着 风楼城从门外回来 她满身寒霜 因为跟城眷见了面 整个人情绪不高 李双宁连忙从沙发上站起来 尊敬地叫了声风叔叔 风楼城看到李双宁 只淡淡打了个招呼 她看到沙发上放的购物袋 不由按了下太阳穴 看向风夫人 我让你去给明月送的东西 你怎么没有给她 因为之前在云城 她连累秦然被误会 现在的风楼城 不会开着车去给潘明月送东西 大学远比高中恐怖 风夫人看了那购物袋一眼 目光变得有些嘲讽 风楼城 你干的缺德事 还要我去帮你扫尾吗 这声音刺耳 风楼城一直隐瞒着潘明月的事情 让风夫人怀疑潘明月 是她的私生女 她怕毒枭还有余党没有消灭 这一年 钱队跟好队在云城扫清了余党 事情也跟城眷说清楚了 风楼城不相信 这种时候 城家会护不住潘明月 如今 风楼城淡淡看风夫人一眼 你到书房来 李双宁一看事情不对 连忙放下茶杯告辞 风夫人跟着风楼城到书房 就站在她的桌边 因为潘明月的知难而退 她表情要比以往好 你说吧 我看你今天能说出什么话来 风楼城从书房的保险柜拿出一叠资料 重重地扔到风夫人面前 自己看 风夫人随意地翻了下文件 一翻 整个人微愣 这是一份击毒档案 一直被风楼城保存着 击毒警察0976 姚伟林 明月爸爸就是姚伟林 我曾经的手下 风楼城看她一眼 冷漠地开口 明月是孤儿 因为我的一次判断失误 她父母哥哥都因为 嫉妒案件被毒枭报复了 那你怎么说让我带她 如同亲生女儿一样 风夫人一愣 她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风楼城对潘明月的态度 确实不对 又一直不肯说清楚 她以为潘明月是风楼城 那个初恋情人的女儿 姚伟林身份特殊 明月从小就没见过她父亲 风楼城点了一根烟 第一次见面 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我想尽可能补偿她 至于精神病院的事 风楼城半点没说 无论是谁 在精神病院待过 都会被异样的眼光去看 除了成卷 风楼城不打算对任何人说 那 风夫人不知道说什么 风楼城在这种事情上 心思不太明显 没有发现潘明月跟风慈的关系 风夫人知道了这个答案 心情难免复杂 但也不敢把潘明月 跟风慈的事情说出来 我明天去找她 风夫人心思挺乱的 她走出了书房门 又看了眼风慈的房间 沉吟半晌 最终还是没说潘明月的事 风夫人回到房间 从书装盒里拿出了一张鉴定报告 是潘明月吃的药 鉴定报告很清晰 精神医之类的药 潘明月精神有问题 风夫人把这报告收起来 她虽然同情潘明月 但绝对不会让风慈娶她 潘明月无论是绅士 还是其他方面 确实不配 至于事实真相 风夫人也不打算告诉风慈 一日 早上八点 成金所在的集团总部楼下 成卷将车停好 她轻声过去 随手把她的安全带解开 朝她这边靠了靠 上去找个安静的休息室待着 不了 秦染看了看周围 看到了欧阳威说的那个咖啡厅 眉目舒展 我去买杯奶茶 成卷看她半晌 这边是她的地盘 不用担心 她伸手捋了把她的头发 猜到 行 等我下来 五分钟后 集团总部 办公室 成卷直接推开门进去 办公室窗边 背对着门的方向 站着一道身影 成卷抬脚 把门踢上 淡淡看向那人 双手插兜 好看清卷的眉宇间 没什么表情 只是有些风锐 来了 那人转过身来 朝成卷笑了一下 并编有些许白发 声音似乎挺轻柔的 这么多年没管你 这次你应该知道 我为何而来 玩够了就收手 欧阳威是我亲自培养的 完美人选 第五百一十七集 身份 疯了吧 这就是你服欧阳家的原因 成卷并没有什么动作 只是淡淡抬头 听到这句话 男人眯眼看向成卷 略微一顿 最后摇头 这么多年 你还是没有长进 当初就不该让你 被成家带回去 养成了这么优优的 不柔寡断的样子 没想到这么多年 还没动手 你在成家人眼里 甚至还没欧阳威 中药 你是不是忘了 我跟你说的 你母亲是死在 成家人手里的 说到这里 男人微笑着 轻轻吐出一句 你可真让我失望 成卷就这么听着 插在兜里的手 微微发紧 一双漆黑的毛子 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没其他事 我就走了 他说着 转身往门边走 手刚搭上房门 背后的男人 微笑着开口 你现在拥有的 都是我给你的 哦 对了 你是有个 黑客联盟的朋友 是吧 还跟你身边 那个女人是亲人 那你应该也听到 黑客联盟会长 一主黑鹰的消息吧 真是可惜 你的一举一动 都掌握在我手里 成卷放在 上门把上的手一顿 他背对着男人 一双毛子冷得发寒 他没回头 只是拉开 办公室的门 一张脸轻卷淡膜 直接走出去 成卷离开后 办公室内的男人 走到办公桌边坐好 一个黑衣人 悄声无息地走进来 主子 黑衣人低头 恭敬地开口 男人手指敲着桌子 一张几乎看不到 岁月痕迹的脸上 却不见半点怒意 只是靠着椅背 你去让人献 接管M州的事宜 至于他身边那个女人 黑衣人直接把 手中的消息 递给男人 杨家的人 唐军的侄孙 黑客 确实有点能耐 其他乱七八糟的 男人没看 只略微摇了摇头 随手放到一边 既然不听话 就别怪我了 我能让他万人之上 自然也能让他 一无所有 能难是有点 但也就 仅此而已 黑衣人低头 樓下 咖啡厅 秦然推开门进去 一眼就看到 坐在靠窗边的 欧阳威 她直接坐过去 欧阳威已经 点好了两杯咖啡 把椅背 推到秦然这边 朝秦然礼貌地 打招呼 姿态优雅 鲜河有度 秦小姐 久仰 这一句久仰说得 模糊不清 又带着点 其他意味 秦然找来服务员 让她送一杯奶茶过来 她坐好 看向欧阳威 形状漂亮的眼眸 微微眯起 对上欧阳威的目光 她点头 你好 秦然不急不缓地 淡定得有些 出乎欧阳威的预料 欧阳威倒是 多看了她一眼 秦小姐 果然有些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秦然看了看 手机上的时间 直接打断了她 欧阳小姐 有话直说吧 我时间不多 宁海震爆炸案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 秦小姐看起来很着急 欧阳威手搅着咖啡杯 她看着秦然 往前清了清 她压低声音 当然你也知道 我是129的侦探 手里掌握的 信息资料很多 倒是可以告诉你一点 当初大批研究员 因为爆炸离世 跟你身边的人有关系 至于是谁 你要我点出来吗 说完后 欧阳威看着秦然 微微笑着 秦然没有说话 您好 您打包带走的奶茶 身侧 服务员把一杯奶茶 放到秦然这边 秦然伸手接过奶茶 礼貌地朝服务员 说了一声谢谢 才瞥了欧阳威一眼 那一眼平静极了 没有丝毫犹疑之色 你不信我 欧阳威看了秦然一眼 他点点头 也挺无所谓的状态 没事 你可以不信我 我只是把我知道的 告诉你而已 秦然拿好奶茶 兜里的手机 正好响了一声 他低头一看 正是成卷 秦然直接接起 开了免提 那边是成卷的声音 不见平日里的淡膜 反而透了些温和的清缓 他靠着车门 懒洋洋地笑着 买杯奶茶这么慢的 来了 秦然拉开椅子站起来 朝欧阳威看了一眼 成少爷 有人告诉我 你跟宁海镇的基地爆炸案有关 那边的成卷一听 谋色严肃 他站直身体 声音严肃 你在哪 没事吧 这反应 也在秦然预料之中 秦然朝玻璃窗外看了眼 来了 别急 他也不等成卷说话 直接掐断了电话 贴了欧阳威一眼 欧阳威意思说的是成卷 秦然根本不信 因为成卷找过129调查宁海镇发生的一切 秦然对面的欧阳威根本就没想到 秦然竟然半点不信 就这么直接了当地跟成卷坦白了 欧阳威抿了抿唇 他伸手按着桌子 看着秦然的背影 忽然笑了一声 因为不明地开口 你可以不信我 跟他就算没有直接关系 也有间接关系 19个研究员的灵魂呢 你觉得他们现在在看着你吗 秦然脚步没顿 欧阳威说得没错 19个人 那场爆炸 死了足足19个人 整个基地全都毁于一旦 秦然把吸管扎进去 喝了一口 朝停车的方向走过去 看到了似乎挺急躁的成卷 你刚刚见欧阳威了 成卷正在找他 看到他之后 两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一直都已淡定 手握乾坤自持的成卷 毛顶有些慌 一双好看的没拧起 他跟你说了什么 你别信他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一一告诉你 秦然抬头看着成卷 他笑了一下 把吸管塞到他嘴里 先喝口奶茶淡定一下 当着孤狼的面 说自己是129的侦探 知道内部信息 疯了吧 第518期 谁也不能撼动的信任 病危 但凡欧阳威说点其他原因 秦然或许可能会相信 但把129扯出来 秦然淡定地想着 日后欧阳威知道自己就是129的人 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 今天他找出来的这个借口有点蠢 欧阳威的话带了点真实性 秦然不会不信 但不可能全信 总之 无论什么原因 欧阳威要挑拨他跟成卷的信任程度 那他这一期就彻底走错了 至于欧阳威到底是个什么人 秦然低头 开始想秦家的事情 秦家从四大家族之一到牌 就是因为欧阳家 后续因为秦灵的事情 他把秦昭弄去了监狱 秦四爷手中的股权 被秦然拿走了18% 又转让给秦修辰 秦然当时没有追着秦四爷动手 他没有查到秦四爷帮秦昭的证据 最重要的是 秦四爷背后有欧阳家 秦然不会在秦灵羽衣未封的时候 去主动找秦四爷的麻烦 他研究院的继承人身份曝光后 秦四爷心里应该有一杆秦 秦家可以暂时达到一个平衡点 这是当时他跟秦修辰商量出来的 眼下 秦然若有所思 他让成卷拿好奶茶 我觉得秦家那位老爷 传说中我的爷爷 他的忽然离世有疑点 确实有 成卷看着他片刻 一直紧张不已的状态 总算松下来 他一手拿着奶茶 一手把他抱进怀里 知道唐君是你旧爹之后 我也着手查了一点 以黑客联盟会长的手段 不会查不到你奶奶的消息 但黑客联盟的人都没有查到 背后肯定有鬼 成卷抱着秦然 不由抬头看了眼大楼 眸光晦涩 好半晌后 他连起了眸子 松开手 走吧 先回去 成卷开车带着秦然回去 车子离开好久 欧阳威才从咖啡馆内出来 站在路口边 一顺不顺地看着成卷车离开的方向 许久 欧阳威才略微皱了眉 转身朝大楼走去 大楼内 成金正送一个合作商出门 看到欧阳威 她顿了一下 微微弯腰 但声音不见恭敬 显得有点疏离 欧阳小姐 欧阳威眯眼看了成金一眼 成金现在都叫我欧阳小姐了 成金低头 没回 欧阳威收回目光 直接朝电梯的方向走 她到现在也不明白 金木水火土 当初只有一个成目相信她 她随时能报告成卷的消息 其他四个对她避之如蛇蝎 两年前 连唯一的成目也跟她越来越远 尤其成卷 这么多年 她逼她甚至到了几年 不踏入京城的一步 欧阳威想不通这一点 她垂下眸子 掩下了眸底的杀气 按了电梯的门 与此同时 秦燃已经回到了亭兰 回去的时候 程温如正坐在大厅内 同成目聊天 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挺疲倦的 看到秦燃跟成卷两人回来 她直接站起来 看向秦燃 燃燃 还没正式好好的跟你说一声恭喜 她感叹着说了好一会儿秦燃 才把目光转向成卷 三弟 你怎么回事 我打电话给你 你也不接 程温如看着成卷 微微叹息 程目去倒了两杯茶过来 一杯递给秦燃 一杯放到成卷面前 成卷随手拿起茶杯 看了眼程温如 淡淡开口 没接到 秦燃低头 没参与两人的话 只是低头在跟陆赵颖聊天 询问她潘明月的事情 最近事情太多了 她按着太阳穴 陆赵颖没有回她 只是反手给她打了个电话 秦燃皱了皱眉 成卷跟成恩如在谈事情 她想了想 就去楼上接了电话 楼下 成文如看着成卷的脸 不由按着眉心 成卷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跟你说 把她病危撑不住了 你也不回去看一眼吗 成卷目光看向窗外 她摁了一声 就没了其他的话 想伸手点烟 却始终也没下手 家族长老堂主 都在选举下一任继承人 明天上午 成文如自嘲地一笑 爸还活着 大哥就急着下一任继承人了 你说可不可笑 她说到这里 再次看了成卷一眼 成卷还是没有动静 成文如彻底不说什么了 她拿着包站起来 似乎很生气 顾医生已经来过了 爸能撑的时间不多 你回不回去看爸 全在你这儿 说完后 成文如直接离开 成目本来高高兴兴 在一边跟林爸爸聊天 听到两人聊的话题 她不由一愣 最后她看了成卷一眼 成卷面色冷淡 看不出什么表情 不由给成金发了一句话 大小姐说老爷快不行了 眷爷也不会去看他 我要不要劝劝他 成金让他闭嘴 成目有些自闭了 成家 成饶汉一党人员 全都在秘密谋划中票的问题 施利明不确定 大唐主跟儿唐主的 肯定会选成卷那个私生子 成饶汉坐在书房内 同支持他的一众心腹说话 不过那个私生子 没有要当家主的想法 我当选的概率很大 那个秦冉 成饶汉皱眉 他是个变数 一行人正说着 外面有人进来通报 大少爷 欧阳小姐来了 快请他进来 成饶汉连忙站起来 欧阳威是他的头号军师 不多时 欧阳威进来 成饶汉跟他的心腹 全都站起来 欧阳小姐 成饶汉让人给欧阳威 倒了一杯茶 不知道你现在来所谓何事 欧阳威笑了笑 听说成家正在选举 下一位家主 我来给大家送一份好消息 说着他从包里 拿出来一份文件 第五百一十九集 亲子鉴定 明月明轩 这是什么 成饶汉一愣 成家其他家主 也目光不明地 看着这份文件 不确定欧阳威 拿来的是什么 欧阳威低头 喝了一口茶 成大少爷 你看看就清楚了 成饶汉直接伸手 拿起了这份文件 打开来一看 这是一份鉴定报告 亲子鉴定报告 一方是成老爷子 一方是 成卷 鉴定结果 不匹配 看着这鉴定结果 成饶汉不由一顿 脑子里先是一阵恍惚 不太相信 又过了两秒 他大喜 难怪 难怪 当年他就怀疑 他爸怎么好端端地 带了一个私生子回来 如果成卷不是亲生的 那就好说了 成饶汉把文件合上 朝欧阳威弯腰 欧阳小姐 你真是帮了我大忙 我倒要看看 他没有了成家三少 这个身份 还剩下什么 举手之劳 欧阳威放下茶杯 看了他们一眼 垂眸 脸像毛子里的嘲讽 在这里就先恭贺大少爷 继任成家下一任家主 成饶汉大笑一声 书房内 其他人看到这份报告 也松了一口气 一日 亭兰 楼下 成卷站在窗边 跟顾兴池打电话 我爸他撑不住了吗 他看着不远处 步行街上人来人往的样子 不由敏唇 电话那头 顾兴池放下手边的研究 拧眉 一直是强弩之末 忘忧掉了几年命 确实不行了 早前伤了根基 比然让外婆多成了几年 就这两天了 我知道了 成卷敏唇 她挂断电话 楼上 秦染下楼 穿了件米白色的外套 是要去哪儿 成卷脸下 眸子里的思绪 伸手把她揽过来 淡定从容地看着她 低了低头 先去一趟学校找宋大哥 再去找陆赵颖 秦染测了测脑袋 明月在她那儿 我不放心她 电话里陆赵颖说得模糊不清 成卷点头 她看了秦染一眼 记得潘明月 挺秦染提到她 她也正了神色 我跟程沐先送你去医院 今天程家有事 程温如昨天来找过成卷 之前也给成卷打过电话 秦染知道 她点点头 两人出发 成卷没见过宋绿婷 但查过宋绿婷 之前那种情况下 宋绿婷跟魏子航 都能把秦染跟潘明月 护得很好 这个人的能力 她信得过 把秦染送到学校后 就直接回程家 今天开车的依旧是程沐 程沐看了后视镜一眼 没敢说话 秦染跟宋绿婷 约在京大见面 数学系 秦染到的时候 宋绿婷正站在 数学系的历史光荣碑面前 秦染头上戴着鸭舌帽 最近一段时间 她在网上的照片少 尤其身上那股子 邪性没了 多了几分内敛的气息 没几个人认出她来 倒是宋绿婷 不少人认出了她 几个女生在一边 激动地讨论着 宋大哥 秦染走到宋绿婷身边 宋绿婷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光荣碑 秦染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就看到排在中间的潘明轩 潘明轩一张脸锋芒毕露 不同于潘明月的那脸 清冷帅气 一双眼睛似乎有光 酝酿着暖色 宋学长 你也认识潘学神吗 数学系有人认出了宋绿婷 激动地开口 也对 你们俩是老乡 肯定认识 果然学神认识的都是学神 数学系的学生说到这儿 顿了一下 最后可惜地看向潘明轩 可惜 天度英才 秦染没出声 潘明轩跟她一样大 但她六年级跳棋 初三就拿了 M国际赛的金牌 自此以后 高一 高二又紧接着 拿了两年 IMO金牌 京大 A大数学系的院长 都找她谈过 高三直接保送京大 IMO不足二十岁就能参加 因为跳棋 潘明轩当时是 IMO拿到金牌 年纪最小的一个 报道一出来 就在数学界 引起了一阵狂风巨浪 数学系的人 都听过授课的教授 讲过潘明轩的光辉历史 秦染听着身边的人 说的话 不由捏了捏双手 她偏头看向宋绿婷 宋大哥 我们先去找明月吧 宋绿婷最后看了照片一眼 有些恍惚地收回目光 她轻声开口 走吧 两人从数学系出来 一路都没怎么说话 直接去了陆赵颖家 陆赵颖跟陆母都等在楼下 陆家庸人把秦染跟宋绿婷带进来 陆母知道秦染是唐军的侄孙女儿 看着秦染有些急促 目光转向宋绿婷 也一愣 宋绿婷最近在京城呼声也挺高的 宋绿婷礼貌地跟陆母还有陆赵颖打招呼 小染儿 你终于来了 陆赵颖手摸着耳钉 她精神状态似乎也有些不好 朝楼上看了一眼 明月妹妹在客房 我带你们上去吧 明月她不让我告诉你 但是我想想还是跟你说了 她状态很不对劲 电话里不方便说 之前趴明月让陆赵颖瞒着秦染 陆赵颖说着看了宋绿婷一眼 没认出来这个斯文俊雅的男人是谁 不过眼下也没考虑到她 三个人去了楼上 陆赵颖打开房门 房间很暗 趴明月手里拿着一本书 头埋在双膝上不断地翻着书页 明月 你在干嘛 秦染面色一变 直接走过去 潘明月茫然地抬头 鸡察官 我要考鸡察官 秦染眼眶一红 她双手紧握 几乎看到了潘明月在精神病院暗无天日的样子 潘家三人死后 几乎跟她差不多 在这之前的潘明月愿望是当一名摄影师 在这之后她唯一活下去的信念就是考鸡察官 可之前明月她状态明明恢复了正常 秦染转向陆赵颖 一字一顿 怎么回事 第五百二十集 风暴起 陆赵颖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烟 面对秦染的问话她没抬头 只宁着眉开口 她没让我去查 你们俩自己看着办吧 对于潘明月的事情 陆赵颖知道的不多 那天晚上见潘明月就知道她状态不对 但她什么也没说 秦染看了陆赵颖一眼 她去了M州半年多 陆赵颖代替她照看过潘明月一段时间 潘明月不打游戏 业余时间几乎全都用在学习 回来后 陆赵颖跟她还有联系 但跟潘明月联系的时间少了 明月 宋大哥先带你回去 宋绿婷蹲在潘明月身边 把她先带回她在学校边的公寓 潘明月抬头 一双无神的眼睛 渐渐在宋绿婷脸上聚焦 宋绿婷没说再说什么 只是沉脸着站起来 险跟陆赵颖道了线 才带潘明月出去 秦染没有跟着宋绿婷走 等两人出门了 她才转向陆赵颖 拧眉 你真没查出来什么 陆赵颖笑得有些魂不拎的 她往墙上靠了靠 查了一点 那个风词 风词 秦染低了低眸 她听潘明月说过风词 她也是风楼城的儿子 秦染对风楼城是信任的 对风词没有躲过关注 眼下听陆赵颖的话 秦染汉手 我知道了 她跟着宋绿婷出去 陆赵颖却又拉住了她的胳膊 她那状态 可能出了问题 秦染低头发了条消息出去 也不想骗陆赵颖 你知道明月精神情绪状态向来不稳定 秦染担心潘明月状态 没跟陆赵颖多聊 直接离开 陆赵颖站在门口 看着车渐渐开远 不由敏唇 冉冉跟明月走了 身后 陆母出来 双手还胸 偏了陆赵颖一眼 陆赵颖恩了一声没说话 陆母看了她一眼 就知道她在想什么 耻笑一声 装吧你就 说完 陆母踩着高跟鞋离开 陆赵颖被噎了一下 有些匪夷所思地看向陆母 对了 陆母走到沙发边 想起来另外一件事 面色沉重 听说程老爷子 陆赵颖收回目光 坐到陆母身边 身体出了问题 可能撑不到四月 继位的应该是三少爷吧 陆母沉吟了一下 若不然 她在京城几乎就没法待下去了 程温如有自己的公司 现在还跟云光财团合作了 全球前五百强的企业 程饶汉跟程娟不合 他要是继承程家 那成卷在程家肯定没有现在好 说不得还要被赶尽杀绝 连带着 秦燃在研究院的背景都要被牵连 这不是一个好信号 陆母担忧 京城 要大变天了 陆母说完 看向陆赵颖不太着急的样子 不由挑眉 打探陆赵颖的口风 你看起来半点也不为你兄弟的未来担忧 担忧 怎么不担忧 陆赵颖随口说了一句 看到江东叶发来的消息就直接出了门外 陆赵颖出去没多久 陆母就接到了电话 她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 愣住 程家 程老爷子 好 陆母说完 也匆匆挂断电话 直接离开 这边 秦燃同宋绿婷一起回了公寓 宋绿婷把潘明月安排好 才看向秦燃 封词是怎么回事 就 潘明月也只是跟秦燃提过一点 秦燃顿了一下 默默开口 就那样啊 秦燃含糊地说了几句 要是换个时间 宋绿婷肯定要炸 说不定还要去会会风词 眼下潘明月这个样子 她只是淡淡点头 秦燃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消息 她眯着眼看了下 是风词那边的问题 宋大哥你找她聊聊吧 她调查到的风词联系方式 给宋绿婷发过去 秦燃直接去看潘明月 从陆家出来的时候 潘明月似乎已经恢复了 以往的情况 冉冉 潘明月坐在书桌边 看着秦燃进来 她戴上眼镜 从书桌上抬起头 又麻烦你跟宋大哥了 状态变换得太快了 秦燃不放心 她之前把潘明月 托付给风楼城 就是觉得她这种压抑的性格 不适合把潘明月 放在自己身边 眼下风楼城这边 也出了问题 秦燃微微抬头 她拿着手机 想了半天 也不知道陆赵颖那边 她拧着眉头 手里的手机疯狂响着 她明月移了一目光 她看着窗外 似乎是想通了什么 静静开口 燃燃 你放心 没考到稽察官 我不会死的 我跟风刺没什么事 我跟她 可能真的只是不合适 秦燃盯着潘明月 看了很久 没从她脸上 看出来什么 才点头 好 宋大哥就在这边 我有事先去 承家一趟 潘明月轻轻汗手 看着秦燃离开 才拿出了兜里的手机 上面是风夫人的消息 我们约个时间聊聊吧 潘明月看着这条信息 好半赏才闭眼 再度睁开的时候 眼睛又恢复了一片冷静 好 秦燃下楼 才接了沉默的电话 宋绿婷在厨房 给潘明月煮粥 听到秦燃的电话 不由抬眸 似笑非笑 姓程的 那天徐校长的继承人宴 他也去了 还听人科普了一番成卷 宋绿婷想到这里 不由按着眉心 两个都不省事 明月比秦燃还好一点 秦燃简直就是不可控 那个程家一看就极其复杂 宋绿婷关小了火 是成目 秦燃不太敢看宋绿婷 他低头按了接通键 宋绿婷跟成卷碰面 他也不敢想会是什么状态 那边的成目声音似乎有点急 秦小姐 我在成家 你快点来 出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